大家好,我是孫允喜 今天和大家討論3分鐘視頻 點題2個字,下次不值 先討論港股走勢 今天走勢就麻煩了 平開之後一度跌得不少 跌成300點 逼近21,100點水平 其後好在跌幅稍為收窄 最後全日跌199點 收21,236點 成交增加了732億 今天跌得淒涼 其中一個拖累的動力是來自國售 跌成1.8% 業績一般之餘又有刑警 加上騰訊今天也不多英俊 看到跌成2%開外 3.8% 沒有了 穿上升軌 短期 幸好 走勢將會弱一點 成為今天港股下跌的原因 其實除了股份拖累 今天市落不得不提上升指數 因為上升指數一度跌成4% 看到了 走勢 一度穿上50天線 最後穿上升軌 走勢弱 為何一度跌成4% 因為市場擔心中國流動性可能會緊張 原因就是 有5500億人的MLF到期 大家怕會緊張 好在央行做事 人行進行億回購 2,000億訂出來 億回購 注資 兩個月以來新高 大量的錢 注資後 令整個形勢舒緩了 最後全日跌幅收窄到2% 由低位接近2,900邊 彈回上去接近3,000點收市 全日來說 走勢仍然弱 剛才提到穿上升軌 但已經沒有那麼恐怖 雖然這樣說 在這段跌浪之下 亞洲股市是比較淒涼 除了港股跌之外 台股跌得不少 1.4% 穿上升軌 中期的 走勢是弱的 看起來好像弱了底 因為整個亞洲 除了日本之外 大部分都下跌了 在這個情勢之下 看起來好像有點害怕 但其實 幸好 再擴闊眼光 到處看看 就發現形勢未至於太差 外圍形勢 叫做還可以 一方面 美股 美股仍然有進帳 雖然升幅少了 上升49點 仍然站在18000點之上 連續站在上面 環球股市 特別是 發達國家股市的走勢 仍然站得比較硬 令港股跌 未至於太害怕 與此同時 其他外圍因素都值得提提 例如商品 仍然站穩 特別是油價 紐約旗油 昨天提過 今天仍然站在40元之上 之前的跌浪 好像已經消化了 走勢不錯 商品之外 外匯市場 亦都比較利好 整個新型市場 包括港股 這就是美匯指數 仍然是向下的 下降軌 現在仍然向下 貼近94邊 加上其他商品貨幣 有些風險 為納指標 例如奧元 仍然站在高位 有78尾線的水平 社工認識 不覺得是大問題 為何會外圍比較好 相信 回到點提亮 就是前夕 因為下個星期 聯儲局又會意識 4月意識 大家都關注聯儲局 然後怎樣說 怎樣做 大家都沒有懷疑 相信都不會加息 但怎樣說 6月份的情況 大家都很關注 所以在這個意識的前夕 特別發表意識聲明的前夕 外圍人士未必敢太動 所以令外圍 仍然維持近期的走勢 美元繼續弱 商品繼續好 發達國家 特別是歐美股市 會強一點 整個形勢不變 在這個支持之下 港股 未至於會 發聲繼續下跌 即使 上症指數 走勢弱了 但港股未至於 發聲下跌 不過你說 會不會跌完又 麻煩了 明天 看法又不多次 因為很多主要成份股 都出現整固勢頭 剛才提到 騰訊穿了上升軌 中移動 也是 連跌了 不止一天 整個走勢 是弱弱底 原因是 已經升入阻力區 看到 中移已經升入阻力區 有些回途壓力 這樣的情況之下 估計 大跌就不會 但大升也不可能 看來會繼續 在意見水平上上下下 等到 以升為止 好了 時間關來了 今天忽式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